弟妹 弟兄姊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们非常感谢神 上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对我们非常的伴 几个人我们现场的早上 你真的是知道神在我们当中 你经历到神的爱的触摸 的挥挥手一下 今天早上你真的感受到 天父的触摸的 我们挥挥手 感谢神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在一次的 真的是说 古丽弟兄姊妹呢 让我们的敬拜越来越深入 让你的生命的敬拜 也越来越美 那么王牧师刚才讲说 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带着美好的态度来 比如说最简单的 我们找到我们渴慕来 这就是一种的敬拜 刚才我在那边 在那边敬拜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看到天父爸爸的爱 感受到他的同在 然后我就跟天父爸爸讲几句话 那么我就问他说 我说因为我们一直渴望 就是每一次聚会 能够遇见到神 能够经历到神 每一次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出场 这是我们的形容词 那么 所以我就问天父爸爸说 你几时会出场呢 你会来吗 就是说 然后我就在问他说 你几时会来 我们这个教会呢 要渴慕到哪一个程度 才会感动你来 才会吸引你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过去的 这个一直以来的 我们的思维 到底我们要能够感动到 天父爸爸从天而降 要能够感动到天门打开 要能够感动到神 就在我们当中 我还是要多做些什么 我还是要多圣洁 我还是要怎么样的渴慕 那刚才我就在那边的时候呢 我就这样子跟天父来沟通 你知道吗 当下我自己跟他沟通的时候呢 那我就把我的思想呢 就开始转到 我自己的身份 也转到天父的身份 这个就是我们身份恢复 自己身份恢复 和天父在你心中 身份恢复的 所带来的思想的改变 和信仰的改变 所以当下立刻呢 我就听到那支声音里面 就告诉我说呢 我早就在 我早就在你当中了 我早就出场了 然后我就问上帝说 那多少的再多做些什么 要多少的渴慕 才会吸引你来呢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 只要你一个人 你就可以吸引我来了 只要你一个人 当下我听了 非常的被触摸 上天父爸爸说 你一个人在 我都出场 我出场是因为我爱你 你就是那么样的重要 你一个人在 我都出场 我们过去一直以为说 要很多很多的人 渴慕的人 敬虔的人 敬虔神的人 当然敬虔敬虔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天父爸爸今天早上 要肯定我们说 不是因为我们所作 所为 他来 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 他来 而是因为他爱我们 就是那么无条件的爱 所以他说 只有你一个人在 只有你一个人敬拜 我也是被你吸引 你吸引我 这个就是天父讲的一句话 你吸引我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希望我们在场 和现场的弟兄姊妹呢 让这一种身份的恢复 给我们思维的改变 也让我们对我们的 上帝的信念 开始有改变 天父爸爸就是那么爱你 就是那么爱你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 如果您能够相信 你一个神 就可以吸引神的同在的话 那如果我们这里 每一个人都有 这样子的信念 包括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 都这样子相信 我一个人就够了 当然不是说 不用其他的人 意思就是说呢 你一个人在那一边敬拜 你也足够有于 吸引天父爸爸的爱 你一个人足够有于 吸引天父爸爸的爱 你要对天父爸爸的爱 是这么样的肯定 这么样的改观 你要对你自己 在天父心中 那个地位 身份也要开始改变 你一个人在 你一个人就可以 吸引天父的爱 你一个人就足够有于 感动天父付出 他全部 全部的爱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信仰的改变 所以我渴望说呢 弟兄姊妹 如果你的思想 因为这个身份的恢复 而开始慢慢的进步改变的话 就是这样的思想呢 吸引神的荣耀降临在我们当中 你真的就是可以看到天堂大开 大家说阿们 阿们 我们会会说说阿们 阿们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足够有于吸引天父的爱 你一个人足够有于吸引天父 他的爱充满这个渗缩 所以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这里早上说只能有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同样的像我这样子的相信 信念的话 你可以想象天父爸爸有多高兴 有多兴奋 你可以想象那个爱 那个统在 就像水桶这样 从天上一直倒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 不需要再渴慕说 我要再多做什么 我不要再苦苦的求说 爸爸你快点来 你复兴我们吧 天父说我都已经在做了 你接纳 你接纳 如果我们接纳的话 那个场面就不一样了 不需要再挣扎 也不需要再怀疑 就是开始接纳了 接纳天父的爱 接纳 当你接纳的时候 事情就会改变了 所以我们感谢神 那么我接下来 要做一个见证 我相信 我真的是非常 希望弟兄姊妹 你每一次聚会 都经历到神 每一个主日 或者是现场聚会的时候 你注意天父 对我们讲话的声音 如果我们接纳 我们相信的话 你就会发现 那个祝福 那个一病的医治 那个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 上一个主日 我是对基隆坡教会讲道 所以我没有在这里现场 但是我在赴坛 我们有一个studio 所以我们同步台上 这边你们聚会 我在台下 就对基隆坡教会讲道 所以我们感谢神 那么我那天早上来之前 我妈妈醒来的时候 她就立刻 她就跟我讲 昨天晚上我脚非常痛 非常痛 她说我痛到整天晚上 就叫耶稣 然后我看着她 我就说哪一只脚痛呢 她说就右左右边 我左右分不清楚 右手 她说她的右脚很痛 然后我当下就蹲下去 为她祷告 我说 然后我说我就要去教会了 然后我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 我敬拜在这里 然后敬拜完之后 我就是要去赴她讲道了 那么我就听到 应该是冰红闯道 她领敬拜的时候 她说上天今天早上要一只右脚 我听到我很兴奋 我说妈妈早上就是右脚 我清楚知道是右脚 所以我就说 我就当下我在坐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说我领受 我替我妈妈领受这个医治 我就这么简单 单纯相信 我替我妈妈领受那个右脚 得医治的恩典 后来我聚会回家 我就问她说 你的脚状况怎样 还会痛吗 所以她说还是有一些些 就是时好时坏 那当下我又记住早上的预言 所以我就抓住早上的预言 我就跟那个五六岁的 那个Joy Joy 那个Lily的女儿 那么我就说 Joy来 我们再替外婆 婆婆 发个预言 因为早上已经预言发了 上帝要医治 要右脚 所以我就跟她两个一起 简单的按手 然后我说 我祷告完了 我就请那个小孩子 五岁还是六岁 她说你为婆婆祷告 In Jesus' name be you 然后她就这么简单 她就按手 然后说 奉耶稣的名 医治婆婆 然后就这样子 那么我感谢神了 我就这样子单纯的抓住预言 上帝所发出的宣告 到今天 一个礼拜了 一个礼拜了 我妈妈就没有再 说她的那一边的脚 在痛了 所以我真的是要 感谢神 我们要拍张荣耀神 那老人家了 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不知道她几时 就是这里痛那里痛 但是我觉得已经一个礼拜 没有告诉我脚痛 我已经是很感谢神了 然后平安一个礼拜 又一个礼拜 这已经是够了 已经是很美好的一个恩典了 所以弟兄姊妹 早上听彬鸿讲说 上帝要医治右眼 让眼睛的话 如果是你的话 那你就领受吧 所以我们感谢神 好的 我们这时刻呢 我们来开始分享 这个星期的信息 我们这一个月份呢 十一月份还有两个主日 这个主日下一个主日 那我们是计划 把真言书做个结束 虽然真言书有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讲太细 但是至少呢 我们真言书已经讲了好几堂 从今年的三月开始呢 到十一月份 我们今天是踏入第九堂了 所以呢 我们来看呢 真言书呢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 做一个刚讲的人 所以早上艳艳师母 又说我们可以选择 做个喜乐的人 我们可以选择 早上主持人也是 我们可以选择喜乐 我觉得太棒了 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主题下去 那我们来问喜一下呢 真言呢 从三月份开始呢 我们看了 我们谈了这九堂的信息 那么如果你不是在我们教会聚会的 或者是你已经miss掉了 任何一个讲题呢 那你可以再回去我们 后商的YouTube channel那一边呢 他现在已经把它 一个play list出来 就是从天国文化 谈智慧人生 所以如果你要越来越有智慧的话 越来越聪明的话 越来越蒙恩宠的话呢 多多听真言 多多读真言 所以呢我们 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 有徐牧师讲 有丽品牧师 有正恩牧师 还有我们的圣乐牧师 跟我们分享的真言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要从真言呢 开始要做一个结论了 那么当我看完真言书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真言书的主题呢 我们来看第二点呢 从真言书来看 实际生活的智慧 就是真言书教我们 很多实际的生活的智慧 比如说他教我们怎么样讲话 讲话要懂得讲 这个讲话的艺术 你很会讲话的话 你就能够跟人的关系 就少了很多的冲突 所以呢有一些人不懂得讲话 所以处处得罪人 那么我记得呢 这一篇道呢 我已经讲过了 那么就交友知道 真言书教我们怎么样 跟人家建立关系 有一些人呢 我们今天人生活在地上 真的是好挑战 建立关系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呢我讲了一谈呢 就是我是一位好朋友 那么希望你可以回去听 我怎么能够成为 懂得交朋友 懂得建立关系呢 那么懒惰与群佬 这个就是真言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还没有谈过 然后夫妻知道 孝敬父母 还有家庭教育 我们的真恩牧师呢 有讲这一堂道 所以呢 我觉得非常的棒 那么我们 真言书教我们 怎么样教养孩子 使他一生敬畏神 然后接下来呢 真言书还有一些 很大的主题 就是呢 他一直讲到呢 愤怒 暴怒 不要生气的人 不要义怒的人 不要跟他来往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然后呢 纷争 然后呢 妒忌 这些都是很大的主题 那你如果你看这三样东西的话呢 接下来还有个 骄傲和谦卑 这五个大题目呢 它都是跟我们 都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 我们的生命的 我们的生命的表露 我们的生命的品质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所以你看呢 所罗盟王为什么会把这个五个东西特别拉出来讲呢 愤怒 纷争 妒忌 骄傲 我猜想呢 不是猜想 我们可以肯定知道 今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人活却就是跟人跟人之间关系嘛 你不可能是每天跟木头一起嘛 所以呢 今天我们人能够活得丰盛 人能够成功 人能够得胜的话呢 就是看你跟人之间的关系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的关系如何 如果你的关系很好的话 你就是一个非常成功 非常丰盛的人 如果你的关系很好 跟人的关系很好的话 那你的工作也一定是很成功的 这个就是自然力 所以呢 真言书教我们怎么做人 怎么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成功的人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人 就是可以带来上帝的荣耀的人 所以呢 所以这个五个题目呢 五个大范围呢 我觉得所罗蒙王他很在意 知道因为他旁边可能就是已经发生太多这一种妒忌的事情 妒忌呢 可以杀 可以害死人 他说妒忌呢 可以妒忌 妒忌恨呢 可以成为一个杀人宣守 那么这些所罗蒙王所表达的 绝对一点都不夸张 今天我们越能够看到妒忌仇恨 带来的杀杀力 毁灭力呢 可以使整个家庭灭亡 可以杀掉他的整个后代 这个就是妒忌仇恨的后果 所以呢 所罗蒙王看到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那么当我想到这几个题目的时候呢 我心里面就在想说 我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五个主日在谈这个五个题目 那么我另外一个感动呢 就是呢 如果我一直跟你讲说 从真言书说 我们不可以妒忌 妒忌的害处 妒忌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或者我说不要骄傲 我们要谦卑 我们不要纷争 我们你发现呢 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讲这一些的题目呢 我们几乎是从信主到今天呢 我们都已经一直在听 不要骄傲 要谦卑 要顺服 不要纷争 不要分裂 不要妒忌 就是这些东西呢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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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讲了太久太多了 甚至如果我再多讲一堂 我觉得你们都觉得我老掉重弹 牧师太啰嗦了 你耳朵就关起来了 因为你不喜欢听这一些 不要不要不要 因为你都已经听了 你不想听 所以你就是不愿意改变 那么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 我说上帝啊 如果我再讲这些 不要不要不要的话呢 我觉得我讲了之后呢 你们大概还是不要过去 还是不要过去 那今天早晨呢 我觉得那个感动呢 我觉得上帝从另外一个角度 切记来说 为什么我们不要去谈谈 人为什么会去妒忌 人为什么要纷争 人为什么要骄傲 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一些东西了 真理都已经在人的心中 但是人还是照样的骄傲 照样的纷争 照样的妒忌 为什么呢 所以呢我们回到更远的时候呢 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做一个决定 所以我选我没有详细的去谈这个五个题目 但是大家都可以读圣经 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们一起祷告 今天早上呢让圣灵来改变我们 我们不是听了不要不要这些规则 律法真理之后我们就会改变 因为我们已经听了很久 但是我们让圣灵来揭开我们里面的根是什么 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生命呢 还是一直活在这一种不完美里面 欠缺里面 因为如果我们继续骄傲 继续妒忌 继续仇恨 继续愤怒的话 你知道最后毁灭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家庭 不只是我跟我的家庭被毁灭 连你旁边的人也因此而被毁灭 其实这个是仇敌的工作 不是谁赢谁输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呢 我恨你 我分裂你 那我就看着拍掌 我让你失败 其实最终你也失败 所以我们就是这种太多的谎言 价值观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我们被魔鬼骗掉 所以到今天呢 很多人呢 有了真理 还是继续的豁出去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谎言 就好像今天两位主持人讲说 我们 拒绝那个谎言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祷告 让上帝可以揭开 uncover 你思想上到底信了什么谎言 导致你的行为会变到这样子 当我们让圣灵来观照我们的时候呢 一观照一揭开谎言 弃绝那个谎言 断开那个谎言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呢 你的生命呢 就是可以完全的更新复兴过来 不需要再 让你自己一直挣扎 纠结在里面 那么最后呢 我们看到 真言书讲到智慧人 愉望人 这个呢 丽品牧师有谈过 然后最后还有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呢 就是讲到财富 要懂得施舍 be generous 真言教我们说 财富的管理 教我们要懂得 generous 要懂得giving 然后呢 要懂得知足 这个都是我们的真言书 那么今天早上呢 我选择讲这个主题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说 让上帝来揭开我们 内心里面的那个谎言是什么 当这个谎言被揭开的时候呢 我宣告 我相信说 今天早上呢 你不需要再挣扎于那个妒忌 你不需要再挣扎于那个纷争的灵 或者是从恨的灵在你里面 你能够揭开那个 你生命中的谎言的时候呢 你让圣灵来做工的时候呢 你就会完全的幻然一心了 那么有一些人 可能你说 就是呢 我们不太愿意呢 让圣灵关照我们 但是今天早上呢 我鼓励你再给上帝一个机会 再给上帝一个机会 我觉得上帝说 孩子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来更新你 让我来改变你 因为有一些人的确呢 可能你里面太多的仇恨 太多的妒忌 太多的伤害 因为可能别人 别人伤害到你 可能是别人的愤怒 别人的行为 造成你今天成为一个受害者 所以呢 你一直都觉得愤怒 打抱不平 然后你心里面有太多的不原谅 那今天早上呢 我觉得上帝说 孩子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来示范你自由 让我来示范你自由 让我帮助你得胜 让我完全的使你进入到一个 一个完全双赢得胜的生命里面 要感谢神 那么啊 我再讲一个经历的见证 我觉得这种的经历和见证 就是能够直接的让你开始明白说 我要怎么样选择做决定 不要再妒忌 我要怎么样选择 不要再仇恨 我要怎么样决定 要活处得胜 那几个礼拜前呢 恩情有讲一句话 这句话呢 我其实听了几年了 听了几年了 但是呢 我也看了几年了 但是那一天他讲的时候呢 圣灵一关照的时候呢 他就进到我心灵里面 所以我祷告说 圣灵今天早上来跟大家来讲话 不是许牧师而是圣灵 那他就讲了一句话说 平安不是因为没有风浪 平安不是因为没有困难 他说呢 这是比喻众生讲的话 平安是因为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的存在 It's a presence of a person It's a presence of someone 所以这一句话呢 我已经听了五六年了 平安不是因为没有风浪 平安不是因为没有困难 平安也不是因为有很多钱 平安乃是因为有一个人在 那一个就是耶稣 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是活在那种很焦虑 很不安里面的人 我知道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很多的不平安 因为真的是实际上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 人际关系的压力 婚姻的压力 孩子的压力 的确会使我们很容易就失去平安 那么过去呢 我自己也走过 每一个人都走过这个旅程 不是我 我也是很多的不平安的日子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做错事情 乃是因为环境 环境呢 造成我感觉到很不平安 那么我过去呢 在这种不平安里面呢 我里面会很纠结 很挣扎 我要挣扎很久 我要一直sucking 我要一直祷告 一直读圣经 帮助我自己 然后我才能够慢慢的 把那种惧怕 那一种的不平安的感觉 思想转回到平安里面 但是要经过一个挣扎旅程 那么当那一天 恩情讲的时候呢 恩情讲的时候 圣灵一碰触到我的心 从那一天开始呢 我一感觉到很不平安的时候 我一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 我一感觉到心里面烦恼焦虑的时候 我立刻这一句话就出现了 平安是因为有一个人处在 平安 is a presence of someone 所以我立刻就把我的思想 立刻转到 祂在 祂永远都在 当我一转到说祂在的时候呢 立刻我那个不平安 那个焦虑就很快的就安抚下来了 很快的就没有了 所以弟兄姊妹呢 这个就是思想的改变 这个就是思想的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里面那些谎言呢 被揭开了 然后圣灵一感动 一触摸 你就开始抓到 你明白 然后你日常生活就能够用这个 上帝启示的真理呢 和神的话语 应愿出来 应愿出来 You leave it out 你不是要一边听呢 就是过去呢 我们听了很多的道 不用害怕 因为主在传山 不用害怕 耶稣在风烂中 但是我们还是很害怕 听了很多的道 还是很害怕 有减少一点 但是呢 还是很多的害怕 为什么 就是因为呢 我们需要那个 圣灵的一个感动 一个触摸 你就抓住那一句 真言 这一句真理 而拒绝那个谎言 那个谎言告诉我们说 你要平安 就是要确保 你的家的关系和睦 要确保 你的工作顺利 要确保你有钱 要确保 你没有生病 要确保 你旁边没有风浪 这样你才能平安 这个就是过去的思想 也就是仇底的谎言 但是今天我们 弃绝这种谎言 因为我们不可能 有一个 一防风顺的生命 但是真理是说什么 没有一防风顺 我还是有耶稣在 耶稣在就有平安 The presence of Jesus is the peace 就是平安 所以说呢 今天早上呢 我希望弟兄姊妹呢 明白 而且能够活出 这样子的一个 跟神的关系 好的 今天早上呢 我回到我们的主题呢 就是我可以选择 做一个刚强的人 因为真言里面 刚才讲说 很多都是负面的 其实都是负面的 他说 愤怒 纷争 妒忌 骄傲 愚昧 懒惰 然后吝啬 这些都是负面的 真言把人生的 常态的负面 都带出来了 那么我觉得 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 说我选择 做一个刚强的人 这个选择 这个决定呢 就开始让你 从过去负面的生活 开始转到 另外一个的方向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 挑战弟兄姊妹 做决定吧 你可以是一个 很刚强的人 只要你决定说 我要做个刚强的人 真言书教我 这么多 这么多 我接纳真言的教导 我决定 按照真言书 去活出来 不要再妒忌 不要再纷争 不要再骄傲 不要再懒惰 我也不要再吝啬 我也不要去 过着那一种 不合神心意的生活了 所以智慧者 因为真言一直教我们 做个智慧的人 智慧者 他就是刚强的人 他可以有能力 他告诉我自己说 我可以的 我有能力 为我自己的生命 和我的生命中的选择 负责任 而且我可以有智慧 我可以有智慧选择 跟哪一种的人在一起 我也可以选择 我也可以选择我的生命中 要追求什么 我也可以选择 我要怎么样去落实 我生命中的选择 所以今天早上呢 当我们讲到真言书的时候呢 就是整本都是智慧的选择 智慧的决定 那你要选择 你要做决定 我苦口婆心的 一直说 孩子啊 选择对吧 选择对的 选择放下 选择谦卑 选择平安 选择不要再愤怒 选择老鼠 但是我们听了这么多 像我刚才讲的 好像都是有一些些的帮助 但是还是没有100%的得自由 但是今天早上呢 我们要一起宣告说 我可以选择 一起举起你的手 我选择 大声这样 现场的 现场的说说 我选择 做刚强的人 我选择 做智慧的人 我可以 做刚强的人 做智慧的人 做一个进步的人 说阿妹 我不是要永远都一样的 我要一年比一年更好 说阿妹 在疫情中 我甚至可以活得更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 那么我们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呢 上帝就提醒我说呢 我在美国的时候呢 我曾经读过这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叫做 Keep your love on 那么这个是Danny Schill 写的非常卓越的一个老师 他华语翻译成 一路爱到底 那么基本上他里面讲了很多 夫妻的关系 但是呢 当那一次我读的时候呢 他说呢 他就讲出 人有两种的人 从这个角度切去 就是一种叫做 自己觉得 I am powerless 自己觉得我是个无能的人 我是一个环境的受害者 我也是一个家庭的牺牲者 我是别人的牺牲者 那么这是一种的选择 这是一种的人 那么选择这一种思想 信念的人呢 他的一生就会继续过一个 非常powerless的生命 就是非常无能的生命 一不小心就受伤了 一不小心就放弃了 一不小心呢 被人刺激一下 就跟人家打架 一不小心呢 就开始妒忌别人 这种的生命呢 就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powerless 那么有很多人他也会选择说 他觉得说 被失败了一次 被放风筝一次 被受伤一次呢 他就觉得说 人间都是没有爱的 人间都是灰色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 从今天开始呢 我自己 我的城墙 我要保护我自己 我从今以后呢 不要再跟人有太亲密的关系 我跟人就是怎么样 有一道一道一道的城墙 因为没有人可信靠的 没有人可被信任的 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一种的结论 对人生的结论 是非常灰色的 是非常没有盼望的 你知道吗 克里斯·伦敦牧师说一句话 他说要怎么样看出 你是一个更新的基督徒 你的思想有被改变 你是一个有天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督徒 那我们已经谈天国文化 至少谈了三年五年了 那么你说 我有没有被改变呢 他讲了七个 七个征兆 那这个牧师有post 在我们的同工团里面 那么其中第一个征兆 就是呢 可以看得出来 你这一个人 有没有更新了 思想有没有进步了 有没有突破了 你有没有开始呢 从过去没有天国文化的价值观 现在已经有了 我们要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 他说其中第一个征兆就是 You stay hopeful You stay hopeful 就是你对人生充满着盼望 对人生充满着盼望 我们一起来讲 对人生充满着盼望 那么对这一句话呢 如果今天早上 我没有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 鼓励弟兄姊妹的话 我觉得我们整个环境的水流呢 就是让我们越看到 你活得越大越老 你人生经历也越来越多 那种黑色灰色的经历呢 也更多 所以导致你呢 对人生只能一声叹息 唉 结束了 你觉得人生真的是太没意思了 太可怕了 太没有盼望了 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 在这一种世界环境的指向呢 我们会变到这样子的 一个灰色的思想 那么这个就是非常 powerless的人生光 very powerless 请问呢 如果你带着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思想生活 你怎么能够去转化你的城市 你怎么样成为 耶稣所命令我们说 要做世界的光 要世界的盐 你怎么做光做盐 你自己都要淹死掉 是你自己选择 我要被淹死 我要被世界的压力淹死掉 我要被世界的丑陋淹死掉 我要被世界的那种 不平衡 不公平的事情 没有公义的事情 淹死掉 is your decision is your choice 是你的决定 是你的选择 那么弟兄姊妹呢 今天早上呢 我从圣经的真理 来告诉你说呢 耶稣看这个世界 耶稣看这个人生 是充满盼望的 一起说阿们 我再讲一次 耶稣看这个世界 是充满有盼望的 耶稣看我们的人生 是充满有盼望的 你说阿们 你说哪里牧师 请问如果这个世界 没有盼望 如果这个人生 没有盼望的话 请问我们的上帝 有那么傻吗 2000年前 把他最宝贝的儿子 牺牲在十字架上 为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 为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 而死吗 你都不会这么傻 更何况我们的天父爸爸 所以如果天父爸爸 做了这个决定 把最宝贵的独生子 耶稣为你 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的人生 为这个地球 为这个世界 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话 这证明说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 是充满盼望的 说阿们 一起说阿们 阿们 口张起来说 阿们 口再张起来说 阿们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请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环境和价值观 而被怎么样 被他所欺骗 今天如果你对人生没有盼望的话 我告诉你 你活出一点力量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无能者 所以那个作者 Danny Sill呢 他说两种的人 一种就是 powerless people 另外一种的人 就是 powerful people 就是大有能力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You want to be powerless 你要成为一个无能的 还是有能的 今天早上 你可以选择 如果你选择 要无能的话 那你继续妒忌下去 继续暴怒下去 继续骄傲下去 继续平纯下去 These are the powerless people 如果你选择 我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 那你就选择老书 你就选择喜乐 你就选择盼望 你就选择 跟人建立和平的关系 你就选择 跟人家做朋友 所以弟兄姊妹 This is a choice today This is a decision 今天早上 你可以做这个决定 今天早上 你要做这个选择 Do you want to be powerless Or do you want to be the powerful 你要成为无能的人 还是你要成为一个 有能力的人 大家做个决定 请问你要做 无能的人 双手举起来 请问你要做一个 有能力的人 双手举起来 来铺行一下 挥挥手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今天早上 一切的苦毒 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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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恨 能不能够从你里面 被罢出来 不在乎牧师 再教一次 不要妒忌 有孩子 不要再愤怒了 决定在于你的决定 说阿妹 如果你决定选择 I want to be a powerful people I want to live a powerful life 那你就选择 按照圣经所讲的 我要去选择老鼠 我要去选择和平 我要去选择谦卑 我要去选择建立关系 而我不再选择过一个powerless的生活 过一个灰色黑暗的生活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今天早上 我们来看一下 无能者呢 自己觉得无能的 不是你是无能 你其实不是无能 只不过你的思想 你的感觉 你决定承认 自己是无能的 我再讲一次 一个无能者 powerless people 不是他真的无能 他里面满了环境 我们西七五网上讲 他里面满了环境 为什么他会活出 这么无能的生活 因为他选择 他决定 接纳 相信我要过一个无能的生活 我选择继续愤怒下去 我选择成为一个暴怒的人 我选择成为一个仇恨的人 我选择成为一个骄傲的人 不跟人来玩 is your choice 是一个决定 其实你里面满了环境 满了宝贵 你可以去爱人的 再给人一个机会 你可以去爱人的 你可以去有能力 饶恕人的 你可以在仇恨 愤怒当中 你得到和解之后 你看到你的生命 开始成长 这个就是上帝 今天早上要告诉我们的 powerless people 第二种的人 第二种 他就是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 keep my promise I cannot keep my promise 我不能守我的诺言 我说我要来参加主日聚会 我要看当下 有没有下雨 我要看当时我心情好不好 powerless people always 给自己这个 excuses 看我今天早上起来 从哪一边传下来 看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心情好 心情好 我就来做礼拜 没有下雨 我就来做礼拜 These are powerless symptoms powerful people说 有下雨没下雨 我感觉怎么样 我还是去敬拜神 我们来看 第三 无能者 他是怎么样 他是受着焦虑和惧怕 主导 driven by fear and worry 然后他们就是希望 别人可以保护我 别人要为我的快乐和幸福负责任 就是说环境 我要不要快乐 我今天快乐吗 我今天幸福吗 就看我环境 我老板给我多钱吗 我的老婆有没有煮美味给我吃 我的孩子听话吗 这样子我就快乐 这样子我就幸福 这些都是powerless symptoms 无能的征兆 你要靠环境 如果今天没有老婆美味的话 没有孩子的孝顺 今天老板给你供钱很低 那你就一生就过得不快乐吗 你一生就活在阴间里面吗 不是的 弟兄姊妹 不是这样子的 老婆没有煮美味 孩子不孝顺 甚至老板供钱给你不多 你还是照样可以选择 过一个powerful life 阿们 那么第三 一种的powerless生活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会用什么方式 达成他们的目标 他们会用掌控和控制 有时候他们像一只暴龙 有的时候他们像一只羊羔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男士 对不起 女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们为什么大声地敲桌子 为什么大喊大叫 为什么要甩东西 为什么要暴喊暴怒 这个就是他们的控制的方式 我用大声控制你 我用暴力控制你 这个就是在能他里面 非常的无能 他控制不到自己 他也控制不到你 所以他要用暴力暴怒 大声敲桌子 来控制你 那么另外一种的人 用绵养的方式怎么样呢 姐妹比较属于像绵养 她就说 我今天这里病啊 那里病啊 然后就怎么样 就跟你打冷脏 为什么要跟你打冷脏 我无能跟你打吗 就用冷脏给你打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powerless symptoms 所以我们要用冷脏 我们要用怎么样 我们要用这种 就是躲避你 不愿意面对你 用这种的方式来怎么样 来控制你 所以我们真的是 人生的无其不有 种种的人都有 如果你看到你的旁边有人这样子的话 你立刻就知道 他就是一个powerless people 他必须要用冷脏 必须要用不见趣 来处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第四呢 powerless people是 胖眼怎么样 消费者的角色 consumers 就是呢 他们会需要在你身上 得到他们的 自己觉得说 我是要从你身上得到肯定 我要从你身上得到爱 我要从你身上得到幸福 如果这一种的人在你旁边的话 或者做你的朋友的话 不久你会被炸干掉 你不久你就觉得说很奇怪 跟这个人在一起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因为呢 他浮在你身上 他吸干了你的幸福 你的快乐 所以你要一直肯定他 你一直要爱他 你要你稍微不小心一点 他就受伤了 你稍微讲话讲不小心 他就说你冒犯他 他就说你比较轻看他 你看不起他 这一种的人呢 他要的就是你 你100%的专注力 100%的肯定 所以说呢 你跟这一种人在一起 你是 powerless people 很累的 很累的 所以呢 我想你也不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一直需要你来 他才快乐 那么他才幸福 他才有安全感 那就是很累的人了 所以呢 你既然不喜欢这样的人 那你也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因为别人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别人也会很痛苦 好的 我们来看呢 使人跌入这一种很powerless的 软化的关系里面 三角切换关系 不是三角链 三角切换关系 什么叫做三角切换关系呢 就是这一种呢 你的里面的无能的循环 无能的循环 你会用三种的角色来出现 我们power point 先拉下去下面 三个循环那一边 PPT 第一个呢 就是你会用受害者的角色出现 第二个呢 你会用坏人的角色出现 第三个呢 你会用拯救者的出现 所以呢 这一种powerless people 你会用这三个切换角色 在不同的场合你会出现的 那么我们先谈受害者 如果你是用受害者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呢 你就是一直都在做什么 你在等你的拯救者来 给你安全 给你快乐 你觉得没有他 没有这个钱 没有这个环境 我就快乐不起来 我就幸福不起来 所以我需要这样的钱 我需要这样的环境 我需要你这个人处宰在我旁边 所以我才会快乐幸福 那么这个是受害者 fitting mindset 那么这一种的人呢 他就常常觉得说我受伤了 你讲话伤害了我 你的行为破碎了我 那么常常就是跌入这种 我是可怜的人 没有人爱我 你都不了解我 哇 these are powerless 我希望我们有天国文化思想的人 不再有这一种的思想 那么我们不要做受害者 我觉得我们要选择说 我是公主 我是王子 我是有能力的人 我不是受害者 你伤害我 我也不愿意被你伤害 那么这个是第一种的角色 第二种的角色就是bad guy 坏人 那么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呢 你就会用掌控和控制来保护自己 一般上的举动就是暴怒了 愤怒了 暴力了 所以很多家庭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呢 很多暴力 愤怒发生 为什么 他要暴怒 他要愤怒 就是他要掌控 所以说呢 你为什么要掌控呢 因为你没有安全感 你怕失控 所以你发现呢 男人呢 常常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有的就酗酒 然后有的就去做那一些不可以做的事情 为什么 背后就是他怕失控 背后他就是要掌控 要控制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角色出现 那么第三种的角色就是做拯救者 那么什么叫做拯救者呢 意思就是说 我需要 我要来为你的生命负责任 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成为怎么样 刚强的人 所以我们上一次 苏贞传道有分享说 他一直用这个拯救者的角色 是吗 就是我要拯救 这些人 他们太软弱了 这一些 这个家人 是要我不断地照顾他 他睡了五十岁了 我还是要照顾他 当然我们要彼此照顾 适可为止 如果你已经照顾别人 到一个地步 你觉得你是个救主的话呢 那你已经是用拯救者的角色出现了 那么在这一种的三个角色里面呢 这种的关系呢 就是一个非常powerless relational dynamics 就是非常使人软弱的 无能的一个关系 第一个就是你用受害者出现 所以姐妹很会受害者出现的 都是没有人关心我 没有人爱我 弟兄也会 第二呢 坏人出现 第三呢 拯救者 那么我们现在呢 最后一点呢 我们来看 我们不要跌入这个三角切换关系里面 我们也不要做受害者 我们也不要做坏人 我们也不要做什么 也不要做拯救者 我们学习完全交托给神 我们学习过一个公主的生活 丸子的生活 来我们最后呢 讲到一个刚强的人呢 他的责任就是 我不会去控制别人 但是我会自己控制我自己 所以刚才呢 我不是讲说我的经历最 就是平安 当我失控的时候 不是失控 当我里面失去平安的时候呢 我学习用真理来控制我自己 用真理来停止 平静我心中的风浪 我不要去依赖别人 或者是依赖环境 当然有时候 我是要别人帮助 邪人祷告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里面不会告诉我说 只有他在 我才有安全 只有这么多钱在 我才有平安 我不要这样子相信 我没有他 我没有钱 我没有地位 我要选择相信说 有耶稣 我就是能够平安 虽然暴风雨 但是我还是可以平安 这个就是一个 powerful people 这个就是有能力的公主和王子 那么我会怎么样 我会过一个尊重人的生活 我会在人前人后呢 我会凝造一个尊重 充满尊重的环境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powerful people 我不需要去批评 论断 贬低别人 我不需要替别人打分数 我不需要去讲东家产 西家短 我不需要坐在咖啡店里面 今天早上这个敬拜领的怎么样 这个对面的老板怎么样 他身里家是黑喜黑的 我不需要坐这样多的 讲这么多的话 我选择尊重 人在我旁边 就可以感受到 我是一个懂得尊重人的人 我不是一个像鸡婆这样 嘴巴一开 都是论断批评 所以我真的是 真言书最重要的一环 告诉我们言语要注意 你讲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出 你可以值多少分 所以千万不要让人家 让自己贬低自己 自己不尊重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powerful people 他会很负责任 他会很尊重人 他会用爱的方式来跟人互动 而且he made life happens 我最喜欢这一句话 他可以创造美好的人生 he made life happen 他可以使生命美好 he made life happen 这个是一个powerful的一个sentence 我可以使生命美好 I can make life happen 我不需要别人帮助我 使我的生命美好 我可以去帮助人 使人生命美好 I can make life happen 一起说Hallelujah I can make life happen 我可以使生命美好 我加了一朵花就可以使我 喜乐起来 我跟人家微笑一下 我可以把平安安慰带给别人 I can make life happen 我可以使人生命美好 所以说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powerful people 请你记得 就好像一个水龙头 他说水管 水管已经full force 就是水龙头已经开了 那个大大的水管 你知道我们水务区 他们做水沟的时候 那种水管大大条的 他们的水压很大 你知道这种水管 一般上SMC他们是说水沟的时候 他们需要这种的水管 一翁的水龙头的时候 那个水就冲出去 冲出去 冲出去 有看过 你知道一般上 那个水管都是放在哪里 那个水管都是放在烂泥当中 它都是被放在烂泥当中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种的水管 它被放在烂泥当中 它的水龙头一开 它的水就是full force 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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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有看过哪一种情况 这种的水管 泥土 烂泥土 跑进去它的水管里面吗 没有可能是不是 它的水龙头一开 它就是冲出去 冲出去 它冲出去的都是清洁的水 干净的水 旁边满了污泥 烂泥 暗脏的水 都没有办法冲进它的水管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powerful person的生命的写照 This is a picture of a powerful person 你的生命就像这个放在雨泥中的一个大水管 你的power一开 就是圣灵在你的生命中 上帝在你的生命中 你的power已经own了 power一own的话 你的生命冲出来的就是清洁的水 大有能力的水 旁边多少的污泥呢 绝对都进不到你的水管里面 进不到你的生命里面 好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今天早上呢 我们要选择说呢 I can be a powerful person 我可以选择做一个有能力的人 我不是要在活的妒忌里面 我不是要再活在仇恨里面 我也不是要再活在那一种苦毒 愤怒吝啬鬼里面 I can live a powerful life 我们请兵红来带我们敬拜神 弟兄姊妹站起来我们敬拜神 举起我们的手 今天早上就是那么简单的 So I will decide I choose to be powerful 我选择 我决定做一个有能力的人 耶稣潮湖万民之上 你真可以得到 庄严 句目的焦点在于上帝 我和灵高尘我主 成为他 Yeah 继续来 Yes Thank you Jesus 耶稣潮湖万民之上 Yeah 感谢我们的天父爸爸 耶稣潮湖万民之上 Yeah Thank you Lord 你真可以得到大赞美 我和灵高尘我主 耶稣潮湖万民之上 我和灵高尘我主 平安 is a presence of someone 那一句话 帮助我对抗了 接下来我生命中所有的不平安 Yes 就是一句话 今天早上 不管你是处在哪一个需要里面 真言书讲了那么多的需要 老老熟 老熟 谦卑 Yes Amen 慷慨 温柔 忍耐 相爱 和睦相处 真元素讲了这么多的东西 今天早上 你是要哪一块 你跟耶稣讲 可能你是要安全感 你是要跟人建立那个安全感的关系 因为只要你没有安全感 你就没有办法跟人建立 close relationship亲密的关系 因为你怕别人认识你的软弱 你怕你不敢踏出 我觉得今天早上 神有一句话说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敢结婚 不敢交男女朋友 不敢踏入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 他里面有一个怕 这个怕就觉得说 如果对方认识我的话 对方可能不接纳我 我的软弱他可能不能够接纳 所以这个怕呢 对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怕 觉得我不够完美 我必须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才能够有资格进到关系里面 今天早上天父爸爸说 孩子 这个是谎言来的 你能不能够进到一个关系里面 那个关系能不能够成功 是靠我 是靠我给你的身份 不是靠你自己的十存十美 也不是靠对方的十存十美 有一些人怕说 我找到的对象 可能不是十存十美 所以今天早上天父爸爸说 对自己 对我有信心 交给我 交给我 你只要把思想转一边 转一下说 我把这个关系的挑战 交给天父爸爸 我把我这个关系的惧怕 交给天父爸爸 让天父爸爸 为我预备一个配偶 让天父爸爸 帮我把我关系里面 帮我把我关系里面 让天父爸爸帮助我 建立婚姻的关系 Let me do it 天父爸爸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我祝福 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祝福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不管是害怕什么 不管是焦虑什么 不管是被什么东西所挟制的 我说 Be free in Jesus name 我说所有的谎言被揭开 All the lives are uncovered now 那个谎言 一直以来相信 十多二十多年的谎言 我说 Be uncovered now Be uncovered now 我说 Be free in Jesus name 我说你们都是 我示范你们 成为一个powerful people powerful people powerful people live a powerful life 活过着一个 大有能力的生活 You can make life happen You can make life happen 你可以过去 你可以使美好的生命发生 You can make life happen Thank you Jesus 我们一起拍摄 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欢呼 Yeah I can make life happen 我可以使美好的生命发生 I can make life happen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Jesus 上帝祝福大家